小提琴 嗨 大家好 我是松儿 我每天都在练小提琴 所以今天我想教大家 如何装小提琴 制作一 先把小提琴 平停的放到这个桌上 二 打开 三 把小提琴的 这个裤子 轻轻的拿起来 转一下 放在旁边 再把弓拿起来 转紧 转紧 有时候转不紧的话可以用 转紧 之後 需要擦松香 松香 哪一个是松香呢 这个白色的 白色的是松香 先不要把弓 放在这个 熬粽子里面 擦松香 擦完松香 轻轻的放在地板上 正面要放在这个 大的 好 然后 我的小提琴盒里面 还有我自己放的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这是小丸 这是小丸 这是弟弟 放在你的小提琴盒里面 对 因为那也是哈姆太郎的 对 哈姆太郎里面的 我们认识哈姆太郎 不都是 把小提琴拿起来 然后 这是小提琴的脖子 如果要拿的话 一定要拿他的脖子 打开 这是尖垫 然后要准备装电 煎电 煎电 先一边先卡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边 这样子压 然后这个往下推 这个往下推 真的煎电有时候太少了 你要卡在 压成这样 接下来呢 就是调音器 哦 现在我们 全部都准备好了 要开始调音咯 这个是调音器 调音器 给你们看一下 好 它稍微长这样 都有不一样的调音器 好 接下来 后面有一个这个夹子 倒手 够力器 这样子 夹上去 好 它往上推 摸下来 按 好 现在可以开始调音了 阿小提琴的四条弦要调什么音 手跟锐跟拉手蜜 嗯哼 就先调哪一条弦 先调音 手 手 手是最底音的 G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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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最底音的 所以它的 所以条外比较粗 咪玄是最高音 所以超细的 借你们看一下 你看 咪玄它这么细 嗯哼 看得清楚吗 应该是看不清楚 对 看不清楚 好 现在要开始调音了 夹青 这里有一个给你 最少的夹子 嗯哼 夹住 好 好 就是我 那那个G是红色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是不准的 这样就准了 绿色就准了 嗯哼 准了 准了 OK 这样子 调音一调好 今天 教了几个步骤 五个步骤 希望大家能够 也可以 学小提琴 耶 拜拜